不是我要造汽车 让所有人能买上称心的汽车 因为我觉得新能源 可以讲是在国际上 可以和别人在一个起跑线上去奔跑 而且我相信新能源汽车 一定未来可以在世界上 有一个能够争取成为一个领导者的地位 我的小目标没有董大姐那么崇高 我就希望2017年 能够有更多的时间 能够去梦想的地方旅行 我觉得对我们来说 其实时间最宝贵 我希望更多的企业家 也像我一样 有足够的时间去旅行 去休息一下 这样的话也许企业能做得更好 最想去的地方在哪 埃及的金字塔 就觉得这么美好的地方都没见过 觉得这一辈子应该 世界上十大最想去的地方 应该都去一遍 离视频客户端 全新上线 也许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